建商老闆炒法拍年賺350萬 買家控B簽AB約躲45%房地稅 政府一邊忙著修正房地合一稅打炒房 沒想到卻有建商老闆私下要求買方進行AB合約避稅 我用2400萬給你買 你硬要我簽2070萬的合約 為什麼要 這樣我會被套勞 因為他去年得標 就是得標的都是2050幾萬而已 如果超過用45%的房地合一稅 他要省稅金 新北市郭小姐向蘋果新網 投訴買房窝囊室 他去年在社屋網站看到板橋19年中古屋 中校七期一樓全賺58.6坪 裝潢還有水晶大吊燈相當漂亮 外頭還有16坪露台要賣3200萬 他去看屋時遇到剛好在法院點交 才知道這間原來是法拍屋 是金富金安年建設老闆劉奈維 以2051萬買下 他覺得3200萬太貴 於是打消念頭 今年2月金富建設人員 主動找上他告知老闆願降價 雙方談好2400萬成交 銀行估價給我2000萬喔 他賣2400萬 但是我銀行估價估不到 貸款貸不到怎麼辦 他說他借給你 無息兩年後再還 那是銀行朋友就貸款1700 他就借我700萬 無息喔 只要10萬訂金 加上令10萬貸書過戶等費用 就可買到房子 他最後新動付了訂金 並約定今年3月18日簽約 沒想到當天業務竟拿出兩份合約 一份為2070萬 表明要申報實價登錄 另一份2400萬合約要送銀行貸款 我就說不行 這樣子我會被套牢 之後我房子不用賣的 他就說你不簽的話 你不簽我沒不能退你錢 他就說不然你去告我 郭小姐想要跟劉瀨偉 直接電話撥通 卻招拒 業務員透露 只要延遲或拒絕交易 公司直接扣10萬 累積資金達400萬了 郭小姐私下追查 才知金付建設去年被曝出 與板橋姜媽炒房集團 以無息貸款簽本票 讓不少人房屋找法拍 而這間房屋還是姜媽集團成員所有 因繳不出錢被法拍 即著致電業務 你還是贏 要不要去公司 說真的 我又是我沒收最恐怖的事 可是因為我們是內勤 我們也 我們不知道這件事 但還是說你要不要留個電話 業務員沒有得到 禁商的允許來去這個契約 那就是等於這個 業務員可能大 因為這是委大委員 如果這個買方經濟能力不足 兩年內沒辦法玩 那就真的會被想把牌啊 郭小姐向消保處申訴後 直到29日 在院退回10萬